一創名感動到不行 代表台灣出戰 綜合格鬥雅錦賽的楊繼華 勇如猛虎出閘 成功拿下金牌 他也開心在場館繞來繞去 把這份喜悅一起帶回台灣 每一個踏步都充滿光榮 綜合格鬥國家隊 這次遠征柬埔寨金邊 總共難獲一金三銀的家機 尤其楊繼華出身之毒 不畏虎第一次代表台灣 參加國際賽就奪金 準備了滿久的 而且再加上這次有很多人 幫助我們參加這個國際賽 所以告訴自己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輸 就是這樣的信念使得楊繼華 成為名副其實的台灣英雄 但還有這兩位女神 也值得給他們拍拍手 風光的戰績 這樣才有出去打比賽的感覺 奮戰兩場 對 所以非常光榮 可以代表國家出賽 臉上的傷痕 都是奮戰過的痕跡 女將吳巧珍抱病上場 蘇嘉惠也打出風采 選手如此出色 教練團也是不可或缺 這一次的競爭機的狀況可以拿到 一金三銀 我覺得已經是很不錯的成績 那雖然說有幾個選手 沒有順利拿到獎牌 但是也大概都有在前五個月 然後國外我發現他們的體能 體重的控制比台灣還好很多 所以這幾兩年我會去研究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後勤不懈的努力 加上選手又血淚拼出好成績 也讓世界看見台灣 即使我們常會持續的楊中坦探訪